回心機 吃電機 煮客氣風氣 當冥王 為貴婚 快罵送來支 新北市議員王淑慧 與廖本燕加強練習 希望演出當天能完美呈現 新北市議會與新北市政府 連續第七年吸手演出的 近老現役歌仔戲活動 將於10月28號晚上7點 在四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粉末登場 希望能發揚傳統文化 並展現輔惠一家親的和諧氣氛 議會在不管在預算或是法案方面 大家都可以很順暢 所以以我在野黨的人來講 朱市長好像會比較順利一點 其實跟我們這個歌仔戲團 有蠻大的一個關聯 今年推出龍鳳再生緣的全新戲碼 除了有多位議員和局所長參與演出外 更邀請秀朗國小 鄉土藝術兒童歌仔戲團 共襄盛舉 深具文化傳承的意義 很高興說我們秀朗國小 這麼用心在栽培這些孩子 那我是希望說 當然我們演 其實我們已經演了七年了 那如果說能夠說跟孩子 有一些更多的一個互動 我覺得應該會更生動 第一次參與演出就擔任皇帝的廖本燕 從小就很喜歡歌仔戲 對這次的演出充滿著信心 而原住民議員楊春妹 則希望透過藝術來促進族群融合 中秋節 或是元宵節 我們在電影都在看歌詞 我都很早就看那些屁台腳在等 等看歌詞 所以我對歌詞也有一點痴迷 在這個地方我也是希望大家 不管是原住民的文化 或者客家人的文化 或者新住民的文化 或者是我們本身的 自己歌仔戲的文化 我們大家應該都是 一起互相熟悉 然後了解他們文化 大家才能互相尊重 這是我最主要的 再次參與我們歌仔戲的文化 主要的目的 想要免費看好戲的朋友 從10月19號起 到市府一樓服務台 新北市立圖書館 或藝文中心 就能免費索取入場券 限量1200張 發完為止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倫紅採訪報導